中国解决世界航空难题助理战机制造,全球唯一拥有这一技术。 明熙冠军影。了不起的雷射裂硬技术。 现代航空对机械加工的要求可以用苛球来形容,一架先进战斗机机身大比例使用钛合金,传统钛合金材料生产加工主要是锻造和铸造,这种方式精度不好把控,而且零部件消耗太高,以F22战机为例。 它就是使用众多铸造钛合金,但零部件消耗,90%原材料切掉后只能废弃,2796千克的材料实际只有144千克可以应用。 F22生产线。 F22生产线。 它是一种先进的雷射3D裂硬技术,在3D裂硬技术中加入断打技术,能生产结实、耐磨的金属产品,打破了3D裂硬行业存在的最大障碍。 该技术以金属丝材为原料,材料利用率达到80%以上。 丝材料加工成本为目前普遍使用的雷射铺粉粉材的十分之一左右。 在热源方向,使用高效廉价的电弧为热源,成本为目前普遍使用的大多需要进口的雷射器的十分之一。 智能微柱段制造的框体。 这一先进技术将钛合金铸造技术和断压技术二合一,克服技术缺陷,加快了生产周期,提高零部件寿命,比传统工艺更优秀。 制造一个两吨大型金属部件,传统工艺周期要90天,利用智能微柱段技术缩短到十几天,材料成本大幅降低,利用率大幅提升。 目前3D列印技术在中国航空业得到广泛应用,大飞机C919,舰载机,歼20都使用这一技术制造零部件。 例如歼20机身钛合金框架体,歼20的机身框架体是世界上最大3D列印技术生产的钛合金部件,中国目前是世界唯一掌握雷射成型钛合金大尺寸主成立部件制造技术的国家。 最早研发雷射3D技术的是美国,早在90年代,美国就实验国雷射3D列印制造战斗机零件,却一直没有突破,制造的零件有明显缺陷的缝隙, 说明结构强度不够,而解决强度韧性的难题被中国军工突破,我们之前有很多技术落后,但中国军工人努力踏实地解决了这一问题。